我的天吶 還在演戲啊你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這集會分析一些打臉中共跟小粉紅的謊言 他們現在在洗地說洩洪是正確的 且犧牲卓州保定白沟等地還有天津部分地區 是地理位置影響水礦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蠻 所以這無可避免的啊 而這些在噴自己家園被淹沒的人啊 在影射中共政府的人啊 都是底層都是沒有科學常識毫無人性 你竟敢罵我們中共政府還敢跟中共要賠償 這是天災啊等等我們用數據分析來打臉他們 此外還有一個很詭異的事情 這次救災完全沒有解放軍正規軍 基本上都是武警跟當地的二線部隊 以前發生災難啊可都是由解放軍正規軍介入的 這個我們等等再討論 先來分析一下今天早上偉大祖國河北書記說了什麼話 驚為天人他說了啊我們啊減輕北京防洪的壓力 我們要堅決做好首都的護城河 而前幾天黨中央跟中共黨媒也發 啊為了保北京跟保雄安心區要洩洪怎麼樣怎麼樣 小粉紅一直予以否認所以拿出前面那個他們所謂的歪理來打臉說水網低速流所以你們被淹啊 是天意結果你們現在的河北書記又說了這個話引來河北居民的眾怒 要知道河北書記他的權力比河北省長還大雖然河北省長也是共產黨的人 但好歹河北省長是掛國家職的公務員 但河北書記是黨派來監督國家的人 但你們知道可笑的是什麼嗎?我看到好多小粉紅出來罵這位河北書記在給境外勢力遞刀子 說我們啊我們小粉紅啊好不容易在網路上帶風向有一點成功了齁 結果你出來說這種話真的是恨鐵不成鋼啊 小粉紅是真心愛黨的啊 他沒想到他一直在幫黨洗地 但是黨一直給他丟臉皇帝不急得是太賤啊 害得小粉紅不知道怎麼洗地了 帶大家來看一些小粉紅恨鐵不成鋼的留言 這個話題啊罵聲不小 這個是讓很多博主都很難表達支持 人家河北群眾遭罪呢你憑什麼代表支持 表不表態支持 ZY決這你啥意思 時代變了 這群民眾的誤信沒那麼高官員講話要謹慎 這個小粉紅啊他是很想幫黨洗地的 只是這個書記出來講這個話害他不知道怎麼洗地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他的治理行間發現的出來對不對 尤其是最後一句話 喔這群民眾誤信沒那麼高官員講話要謹慎 對你自己家如果也是在這個洩洪區會被淹的你再出來講這種鬼話 好我覺得此時此刻最好是埋頭苦幹 不是出來表態或者不知道該說什麼的時候可以什麼都不說 還有三到四億立方的水要過進濁州 說這麼多話幹嘛等洪水過去老百姓安置好你再來說有啥不行 小粉紅還是覺得可以說出來沒什麼差 只是你不要在這個時候說我很難洗地 來還有一個小粉紅說從第一角度來說河北書記說的沒錯啊 但現在濁州人民水深火熱難道你不應該盡力保障老百姓的安全嗎 為了升官說話一點都不為百姓著想 傷害百姓的心引起河北河南兩地不必要的言論紛爭 請問你在幹什麼呢 好看完小粉紅的留言看一下帶大家來看一下正常中國人的留言 不經過人們的同意就把大家當作護城河了 這裡的護城河可是有千千萬萬個家庭啊 熱搜降得真快啊 剛剛看還排錢呢轉身想給同事看直接變成三十幾米厚 這句話聽起來怨氣沖天陰陽怪氣 這回他們書記發話了 你們說帶節奏是不是質疑他呢 胡錫進被卓州打敗了 不會說人話就閉嘴 感覺河北一直以北京的護城河為榮 我們這晴黃島火車站每到暑假安檢就會非常嚴格 因為有京城的人要去北戴河避暑度假 之前幾年特色管理的時候大家寫著要做好北京的護城河 我們河北的格局大真啊 這句話問題在於不是每個人都想當護城河 也不是每個人都想讓別人當護城河 可是誰來為他們負責呢 他們是這片土地的農民 一句當好護城河他們一年的口糧跟收入來源沒了 放你M真是個好奴才 要當你自己去當吧 別拉上我們不是人不是家庭是護城河 這個時候說這種話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評價了 看完這些留言我們可以發現小粉紅搞笑的邏輯 首先他們認為不洩洪水庫可能會決體 所以要趁著暴雨的時候洩洪 把水庫的水引到下游 且毫無通知 雖然小粉紅喜地說在洩洪前兩三個小時有通知你們 但很多濁州人民他們根本沒收到通知 好啦即便給你有收到通知啦 兩到三個小時請問幾百萬的人將是來得及嗎 我必須跟你們粉紅說啊 台灣現在在我錄影片的同時是海上警報 北北基放假嘛 苗栗還有其他中南部花東還沒放喔 但是台灣一些地區的水庫已經提前洩洪了 你們是不會參考一下嗎 以前台灣都幫你們坦颱風耶 那個過中央三半之後威力減半 到你們那邊你們還是非常慘 你們都不會借進一下流程嗎 每次颱風來之前我們台灣的水庫 必洩洪 你不是說台灣是你的一部分嗎 如果台灣是你的一部分的話 為什麼你的政策在台灣會洩洪 在所謂的祖國大陸首都你不洩洪 暴雨中才洩洪 為什麼台灣做的比你好 你身上是不會來你家的省考察一下嗎 這個破破爛爛的破地方做的比你還好 這完全就是你們不願意放棄部分發電的水資源 來換取人民的財產還有生命安全 是不是你提早洩洪那我發電量減少了怎麼辦 所以我趁著暴雨洩洪 我的水位就可以一直維持 我就一直有經濟收入 再來小粉紅認為洪保護首都 是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的大事 我想請問一下共產黨比起歐美國家 台灣啊日本他的福利政策 共產黨為你人人做了什麼事情 而小粉紅的矛盾讓我想起了1938年的6月 國民黨抗日時期啊 國民黨決定用黃河在河南省花園口鎮 戰略性潰體為了阻止日軍西境進攻 結果造成了當地8萬多的中國百姓遇難 在大水災後的幾年啊 土地不能用糧食被沖毀然後又加上乾旱 間接造成了30至80萬等人的S 這比你們小粉紅稱的南京大屠殺的人還多耶 外國人是不可以侵略中國的 但是中國人可以隨便S中國人 你知道我最近在網路上還看到有中國老百姓在紀念白起耶 白起這個人是史上S大陸人最多的人 還有張憲宗 張憲宗在四川亂S那麼多人 結果中國現在有張憲宗沒有 OK說回來 現在當時你為了阻止日軍 當下就用了八萬九千多條的人命 以及後續間接影響了30至80萬的人 去換當下七千至兩萬日軍的傷亡 結果日軍之後還是進攻了 所以我就說了嘛 國共一家親 政策都是非常荒謬一刀切的 你看一下馬英九當年在和平裡面幹什麼 再看看中共這三年 這次水災幹了什麼 還有以前中華民國還在中國大陸時期 中國共產黨早年大饑荒文革的時候 他們幹的事情有區別嗎 沒有區別耶 所以不要在那邊繼續妄想大一同什麼 中華民國在台灣可以民主化 是我們台灣人給他民主化 並不是中華民國把民主從中國帶來給我們 我們看一下這次水災幹的 都是這個鳥羊 但詭異的是什麼 小粉紅痛批國民黨在中國的花園口 卻讚揚中共在中國做的保衛北京 保衛雄安的決定 帶大家來看一些小粉紅說水網 低促流的這些圖表 來試圖洗地 你們被淹啊 是地理環境造成的 你不要怨天遊人 來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在8月1號的時候 中共的官方 還有中共的那些黨媒就說了 我們要保北京的機場 跟保衛安心區 你們已經說出來這個話 之後你們又說下游要 開閘放水 然後小粉紅就做了一些水流的地圖說 本來大洪水沿著那個河道你們都會淹啊 所以這不是黨的決定 你要確定 然後你們發出來說保 這個北京機場跟雄安心區 你是在保什麼 而現在很多小粉紅在洗啊 我們洩洪啊 並不是為了保北京啊 所以啊這一切都是天意 因為水網低促流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它其實要保的是雄安心區 雄安心區是 盛上的千年大忌 這個比北京的門面來說更重要 這是它的攻擊啊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濁州的海拔是20到70米之間 雄安心區是7到19米之間 那按小粉紅的說法水網低促流 你現在被淹的最慘的地方應該是雄安心區 但結果並沒有 現在被淹最慘的叫濁州 跟保定 還有白溝 所以上面就是透過下面的這些方式 避免雄安心區跟北京的大興機場淹水 這一個是國際門面 一個是聖上的門面 而且最關鍵的其實就是 即便水系流向地理環境 真的就如這個中共那些小粉紅說的一樣 假使 都給你們百分之百正確 請問 這個狀況你們今天才知道嗎 你們會不會提早做分流防洪體 或是其他的導流 洛杉磯全市都做了 你做了嗎 台灣以前好多地方都會淹水 我們都做了 你明明知道這些地方是下游 有可能會有這種風險 請問你做了嗎 你沒有做 所以不管你再怎麼洗地 你就是沒有做啊 而雖然中共本身 這個政黨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但起碼以前胡錦濤跟江澤民 他們會去前線搬物資 會去水災現場視察 脫外套 露起袖子 說幹就幹 你要說作秀 當然也沒有問題 但現在 剩下是連作秀都懶得作秀 在極權國家來說 你確實連作秀都不用作秀 那為什麼胡錦濤跟江澤民 以前還要作秀呢 而聖上啊 你不是可以扛兩百斤 麥子十里山路 是山路喔 不換肩嗎 OK 體諒你現在年紀大了 扛個一百斤 應該也可以吧 欸不行 真的是耍嘴皮子大地 以前是清林中 後來變水養地 現在又改成洪武帝 是不是 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小水龍是怎麼清理積水的 好 海荷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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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慧加油 海荷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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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啊 直升機都出動來擺拍了 網友有發現 下面的積水 到哪裡 到車子的輪胎 然後你要用直升機 去救援 你這不是擺拍嗎 你看一下下面還有人啊 你們這麼會擺拍 你怎麼不去這個大洩洪的時候 給我去擺拍 你怎麼不在這個水 淹到屋頂的時候 去給我擺拍 去那邊傳物資 去那邊清雨水 你清雨水還把水 從這個地方再倒回去 我的天啊 真的是大雨治水 而且現在聖上 下令 把北京新建 毀壞掉的 蘆溝橋 給圍住 這個圍住啊 是把周圍 可以看到 新蓋的蘆溝橋的視野 給圍住 而不是 圍住讓大家不進去這個橋 並不是啊 他是為了不讓人民看到 咱們中共新蓋的蘆溝橋 塌了 但緊挨著在旁邊幾百年前蓋的 經國時代蓋的 舊蘆溝橋卻沒有塌 你看一下這三年中共他改了嗎 特色管理也這樣 把人家用鐵皮封起來 不讓你看 八海鐵鏈你 也是用鐵皮給你封住 不讓人民進村 也不讓人民看到村裡面的情況 到底中共會改改在哪裡啊 你們給黨 七十幾年的時間改 對於政府層面來說 世界上最好的人民 在中國 你不用去討好他們 你不用想說我這麼做會犧牲掉這一部分的人 那他們會怎麼樣 你不用去擔心這些 你只要一刀切的 做下去就好 因為你有絕對的 軍權 你有槍桿 他們不敢跟你抗爭 還有一個詭異的事情是什麼 這次救災完全沒有解放軍的正規軍 基本上都是武警跟二線部隊 以前發生災難 可都是由解放軍 正規軍介入 這個是非常詭異的 當然我目前相信 不太可能是對台準備 所以不敢調用軍隊來救災 我們要用 中國鬥爭的邏輯去看 他們 我們可以發現 盛上最近在清洗軍系 解放軍多位軍官落馬 對不對 最近間諜法又過了 中國外長 秦剛跟其他的那些都被抓了 或是被自A死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盛上對解放軍不太信任 如果讓解放軍 調用來京城周邊救災 假使一聲令下 還沒有被揪出來反賊的將領 他跟有撤反之心的黨中央高層勾結 那就可以直接進京秦王 進中南海秦王 那盛上完全是招架不住 也沒有反應時間 這個是非常有可能的判斷 不然怎麼解釋 有百萬大軍的中共 調不出軍隊去救災 以前都會現在不會 你說保護成都勢大運嗎 也不需要百萬大軍來保護吧 而勢大運大部分是武警來保護的 當然也有少部分的解放軍 所以我們可以從一場水災中觀察出 中共的黨內鬥爭 跟盛上的思考邏輯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見了 掰 拜拜